妈咪我是阿妹 我妈妈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然后她讲话是不怕得罪人的 所以其实我也是很像我妈妈 我们讲话都不会得罪人的 我妈妈也是一个不喜欢解释的人 就是如果是一个她关心的人她才会解释 不然的话她都不会解释 所以其实我妈妈最近的身体情况就有一点糟糕 所以我希望妈妈会好好照顾自己 其实那时候我蛮伤心的是 我妈妈要开刀她没有告诉我 然后她只告诉我哥哥 因为她知道我工作很忙我有拍摄 所以她都没有跟我讲 我大概隔了一个星期后我才回家的 然后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我妈真的瘦了 然后可是她还把我的狗养到很肥 所以其实我很希望妈妈会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母亲节快乐 这个好像不用讲 因为我们家里真的是没有过节日的习惯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你就准备美食给我 得空的话你要煮饭给我吃 不然的话就送来我公司 或者是送来我家 我觉得也是不错啦 你就可以出来走走啊对不对 妈咪我爱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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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